按照CPTPP的發展到現在為止 他們現在的優先對外宣布 希望這四個國家趕快批准 當然現在已經有相當多的國家 表示要參加CPTPP的興趣 各位也都知道 包括泰國、甚至英國、韓國、菲律賓 很多國家都表達要參加CPTPP的興趣 每個國家現在我們的了解 每個國家都是在爭取這些會員的支持 大概大家的工作階段就是到這裡 我們當然會衡量整個局勢的發展 跟各國的反應 我們在適當的時機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再來提我們的申請案 我們先 我們先請他們先看正中央好不好 今天要向各位宣布台美的另一個合作的項目 在印太地區的婦女生計債券計畫的啟動 亞洲許多國家的婦女 因為資源、社會地位或文化因素的緣故 在經濟上原本就面臨較多的困難 面對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 維持家庭生計對他們來說是更大的挑戰 因此為協助這些地區的弱勢婦女改善家庭生計 終止貧窮發生的惡性循環 台美決定共同推動在印太地區的婦女生計債券計畫 我們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也就是國和會 以及美國的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分別透過優惠貸款 以及信保支持的方式 結合台美雙方公司部門的資源 共同投入婦女生計債券 Women's Livelihood Bond 的這個計畫 我們期待透過這個計畫 協助印太地區弱勢婦女 取得生產所需的資源 而轉化為永續性的生計的支持 這也是繼去年在巴拉圭推動 維中小型企業暨婦女融資合作計畫之後 台美再度就婦女經濟賦權進行合作 推動這個計畫 除了彰顯台灣善進 作為國際社會議員的責任之外 也是很務實地在推動台灣 和國際重要組織的連結 彰顯台灣願意推動婦女賦權 永續發展的意願 美台在婦女生計債券的合作是 奠基在美台之間多個成功的 現有平台與倡議合作之上 我們很驕傲能與台灣和理念相近的夥伴 站在一起 一同在全世界推動支持 並增進女性的經濟賦權 增進女性的經濟賦權 增進女性的經濟賦權 增進女性的經濟賦權